理財分半鐘 財路自然通 理財分半鐘 林修榮 有些朋友 在完成了1031交換之後 短期內想再做交換 兩個交換之間 是需要隔多久的時間呢 1031歲例裡面 沒有明文規定 兩個交換之間 需要隔開多少時間 但是1031歲例很清楚說明 用1031交換的物業 不論是換入的物業 還是換出的物業 都是要被持有 hold 作為投資用途 持有的意思 就是業主要擁有一段時間 而不是短期內 就換出或者換入 假如持有期時間太短 就不屬於持有 這樣是屬於短期買賣交易 這一類業主就變成 以物業買賣做生意 Dealer 並且這一類的物業 就成為庫存物業 Inventory Dealer和庫存物業 是不能夠做1031交換的 那麼要持有多久時間 才不會被當作以物業買賣做生意者 或者是庫存物業呢 稅例沒有明文規定 但是一般都認為 起碼應該持有一年或者以上 才算是顯示了業主持有的本意 Intent 這個結論是根據一系列的 IRS Revenue Ruling 以及一系列的稅務法庭的官司 都是跟這個持有期太短 有時是幾個月有關的 我是林修榮 下次再在理財分館中見面 多虛